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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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食品快速检测员李希希 你好 我是王一波 我想问一下 什么是食品安全快速检验的 食品安全快速检验是我们 长沙市从2016年开始 在长沙创立了 大概200多个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室 可以检测我们的肉类 水果 蔬菜 钢货 以及各种农副产品 所以这个是平时 大家都可以学习的一个检测吗 对 因为我们这个快速检测 是一个比较简单 快捷 方便的一个检测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自己试一试 或者不放心的话 也可以交给我们来检测 好的 那我也学习一下吧 行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实验吧 好 首先我们实验就是要戴上我们的手套 好 我先简单地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一些仪器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子天瓶 这是我们的撑凉用的烧杯 这个是一个50毫升的离心管 就是我们比较经常用到的一些设备仪器 然后首先我们从我们这一堆甘香菇当中 我们待会需要大概撑一刻的样子 一刻 对 所以我们需要先把它剪碎 就小心一点不要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如果不小心就剪出去的话那一点我们是可以不要的 对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 不能飞到外面是吗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电子天瓶 将我们的那个烧杯 还有我们的50毫升离心管 然后放在上面去称重 放一刻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试管架上面 可以把这个关掉 待会要加20毫升的纯净水 所以我们要选取我们的一页枪 这个是可以调结这个大小的 然后接下来吸取我们的这个纯净水 记住要垂直 然后缓慢地积到我们的那个 一心管跟壶堆 我是不是吸多了 嗯 那你就可以吸出了一点 吸 然后排一下 接下来再去用那个仪器 使它充分混匀震荡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震荡仪 对 它就开始自在地混匀了 这个时间大概是需要 我们两分钟的样子 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仪心 注意它们这两个要对称化 因为它是一个高速旋转 所以我们要维持它的一个平衡 好 然后把这个打开 然后这个是转的三分钟 这个是两分钟 这个是三分钟 是的 然后小心地拿出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吸取的是 一毫升的带测液 拿出我们这个两毫升的一心管 吸取三勤液 上面 对 不要吸到一些混浊的物体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 两毫升的一心管当中 还要吸我们这个纯净水 然后也挤进去 对 那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这个二氧坏流快速检测试剂 我们先拿A 一滴 一滴 对一滴 然后再用试剂B 也是一滴 试剂C两滴 第一试剂C的时候就会有变化 可以看一下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等待八分钟 每一个就是等待的时间都是八分钟 对 每一个二氧化瘤 它做的等待时间都是八分钟 哦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我们的 第二个实验 因为上一期来做克百威 放上烧杯 50毫升的迷信管 称两克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的是我们的克百威稀释剂 它是一种农药的名字 是一种杀虫剂 然后吸取5毫升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50毫升迷信管当中 盖上盖子 用完完之后就可以翻制一分钟 这个翻制一分钟 我们每次做完一次实验之后 记得把我们用的这个盘子 还有待会儿还有这个剪刀 我擦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刚刚做的暗氧化瘤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暗氧化瘤粉色卡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不同的颜色 因为我们不同的干货 它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这个是我们暗氧化瘤的一个使用标准 对 然后像我们这个干香菇 因为是干脂的食用精和藻味嘛 所以最大的食用量是50毫克每千克 然后它就介于0到50之间 对不对 并没有达到100 所以它是一个阴性的一个产品 阴性是好的 阴性就是未减粗 如果抄了这个数字就是代表不好 就代表它是个养性养品 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合格或者是不合格 因为我们检测了只是干货当中的一个二氧化瘤而已 干货它还可以添加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检测干香菇当中的二氧化瘤是成阴性的 就是我在合格的范围内 如果测出阳性这个会对身体有什么 二氧化瘤的话 它一般就是说对人的咽喉 眼睛都有刺激性的 然后可能会造成人的头晕头痛 甚至是呕吐 对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蔬菜的结果 拉出我们的四纸条 这是我们克百威的一个快速检测卡 然后抽取鸡蛋上面就好 对 等一下 先垂直 堆直这个微孔 然后低三滴左右 然后我们就注意观察这个 心线和梯线 现在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梯线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还有个具体的结果判定 都已经规念自己的 这个就是阴性的判定标准 它这个C线的颜色 比这个T线要浅 那它就是一个阴性 C线的颜色比T线颜色要深一点 它就是阳性 还有情况就是 C线 T线都没有 C线都没有 就说明 刚刚我们的实验操作可能有误 对 就需要我们重新检测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是阴性的 对 说明我们检测的这个沙海期 里面克百威的含量是成阴性的 好 好 整个过程你觉得还要拿 你不懂的吗 那这个怎么测呢 这个 这个也是粉丝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干货 对 就是一刻 然后步骤都是一样的 一一二二 一一一二 对 这个抽丝下 对 然后震动 震动完之后再放这个粒心 嗯 干货是这样的步骤 然后如果水果啊什么的 就是直接放这个就好了 嗯 好 那接下来就 交给你独立完成 接下来的检测任务了 好的 谢谢